三年前這個購物台主持人孫家和跟陽性的華航機師發生了外遇 遭到機師妻子當場桌間 而讓這個陽性機師呢就成了新聞的主角 華航擔心他的心理狀態會影響飛安 因此要求他停飛來處理官司 後來官司和解之後呢 這個陽性機師卻違約跳槽到了這個大陸的四川航空 讓華航奮而提告